想到潮熱 大家最有可能聯想到的是婦女的更年期 經常可以見到病人會問我們幾個問題 就是我過了更年期是否都會潮熱 我是男性 又或者我未到更年期 是否都會潮熱 其實潮熱並不是更年期婦女的專利 有些病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潮熱的問題 所謂的潮熱是指發熱好像潮水漲退一樣有成有衰 而發作的時候熱勢來得很急 這也是更年期婦女常見的症狀之一 跟血管的舒縮功能失調有關 發作的時候病人會說自己突然出現頭頸部的胸熱 就好像有一股熱向上湧的感覺 同時可以半見皮膚發紅或出汗等症狀 而發作和維持的時間是因人而異的 臨床上最常見潮熱的原因是陰血的規虛 虛火常炎所導致 就好像我們身體一個水煲一樣 只剩下一點水在煮 很快燒乾後就火黃了 而更年期人士出現的胸熱和寒出 其實往往都是跟這個原因有關 因為肝臣規虛 陰陽失衡所致 而臨床上可以見到病人的表現是 午後或夜間出現潮熱 有渡汗 手足心熱等症狀 而陰虛症口其實除了更年期之外 亦都可以見到其他年齡的人 例如經常熬夜 體力勞動多 出汗很多的人士 這類人都會容易出現潮熱的表現 我們治療上會用滋陰清熱的方法 常用的藥物 例如地骨皮 山地 枝母等等 另一種潮熱就是跟體內有實熱症有關 這種潮熱多數發生在下午 同時會半見 病人會說自己肚臟 不想被人按的 又或者便秘等症狀 治療上要用宮下通大便的方法去治療 常用的藥物 例如戴黃 口袍 積神等等 而第三種潮熱就是跟乳血內載有關 病人是表現為午後或夜間的潮熱 同時可以見到他們身體有腫瘓 和痛症這些症狀 潮熱的護理方面 建議頻發潮熱的人士 少點吃辛辣 喝酒或含咖啡多的食物 以免加重潮熱的症狀 第二就是如果潮熱伴隨著出汗 應該要及時去抹汗和避風 否則容易愛感一些風邪便感冒 同時可以穿上吸汗能力的衣服 以及保持身體的乾爽和衛生 第三就是建議他們避免逗留太過悶熱的環境 保持室內的空氣流通 亦可以令身體感覺舒適些 而最後就是要保持心情舒暢 做適當的運動 亦有助緩解潮熱的不適 好,謝謝 謝謝